刚刚听到丁一生高兴了一下 以为有同事要问问题 没问题啊 这么悲伤 没想到大家都对RN这么的熟悉 真的太感人了 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我先说明一下说我们的 就是奇末的 奇末最重要的专题 现在已经在组队时间了 相信大家有看到 大部分的同学好像没有在理会我的意思 就是你先把自己的 觉得最满意的问题赶快po出来 那如果呢 那也是请大家 另外一个要请大家做的 就真的是去看其他的同学的问题 不知道你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好 这个不错 或是你有一些建议你就可以回答 然后你就说 你希望能够一起去做这个问题 然后就去发表一些意见 然后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发表一下 就这样子 然后另外同学也同意了 然后再一次就是你们两个一起就是得了五分 就是你们意思是组队成功了 你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分数 就是这样 那希望说多多多多多的去发布自己的问题 然后多多的去回应其他的同学 就这样 就这样 那希望说在下周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组队完成了 因为组队完成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就包括说大家就要开始想办法去收集资料 这个其实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就开始去写程式 然后去泡泡看 然后第一次通常会 我应该一开始就告诉大家吗 第一次通常会破坏失败 但是真的 那个正常的大家不用太灰心 然后但是你会从那个第一次的失败的那个经验里面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资讯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吗 真的吗 简张 叮得 尝快有老师要选择直播 好 如果我们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我很快的介绍一下 就是大家是真的开始去做深度学习的时候 就要记得几个深度学习的心法 说起来好像真的蛮吓人的 其实没有那么吓人 就是深度学习你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跟 就是我跟那个陈一秀老师 其实有开过一个就是设计思考与人工智慧的课程 这个听说下个学期又会开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当然也可以来学 然后到时候到这就可以更有经验的 简直是自己当成一个leader 来带着大家一起去做 那你在大家在今天开始去做那个 去做那个深度学习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你会先去好好的思考说 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就会开始想办法去定义 其实就是简单的说 就是想办法去想出一个函数来 想把它做成一个函数的形式 然后发想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希望说 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函数 然后去帮忙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不能直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那一个问题 你想要解决的伟大的最重大的问题 通常那个是有意义的问题的话 通常其实有时候很难直接解决 所以你需要用各种的旁敲测极 各种的方式去试试看 然后所以在发想的阶段 你要去尽量的跟你的组员好好的去想说 我有可能一个可以问什么 我们要解决的目标是这个 但是我们有可能可以问什么样 问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去想好几个好几个问题 就好几个函数的形式 就是我们有可能要学的函数的形式 不要只想一个 只想一个 这通常状况会非常的惨烈 就跟大家交的很多作业是一样的 这个状况通常会非常惨烈 让大家及时广义去想一想 然后大家在及时广义之后 就可以想浓缩除来 例如说三个 觉得最有可能可以做的 然后也是大家觉得 这个最有希望 或是觉得做出来的话 对我们是最有意义的三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还是不知道说 这三个里面 哪一个会对我们真的有帮助 所以可能要先去想出三个问题来 然后我们就去左手的去试试看 然后就所谓的就制造出一个院线 就我们的神经网路model 就真的写出来了 写出来以后就去测试 测试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 这可能又有问题了 又有问题我们可能随时都会 这个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会是随时都会在 又依这个线性的关系 一个一个一个就做到最后结束 而是说呢 随时我们都有可能跳到 其中的前面的某一个步骤 再重做一次 比方说 我们今天在发想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我们都问的问题问的不够清楚 然后我们就会再想办法去 把问题问的更清楚一点点 然后比方说呢 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出来 这个model也不行 那个好像也会怪怪的 或是甚至还没有做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有可能要去做一些修改 所以我们再会跳到前面去再做一些修改 然后总而言之 这整个过程呢 你就会发现说 你在做整个过程之后呢 你会更清楚说 你会更清楚说 那个一个人工智慧的状态 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也会更清楚说 其实写程式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人工智慧中间 唯一重要的事情 甚至 它也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是怎么写的话 那会对我们有帮助 因为我们 我们去想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会知道说 这个问题有可能AI可以解决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想办法 去让AI可以解决 所以就这样 所以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就是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城市特别好 或是特别觉得不太行 然后会觉得就足够了 或是就觉得说 自己没有办法去贡献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是不一定的 整个的专案的经验 其实可能这是更重要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叫大家去做一次的专案的试试 看就是这样 好 然后呢 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 这个对我本人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的话 我第一次听到就觉得 这个实在太重要了 这个是清华大学的陈一新老师说的 这个是我们在做神经网路project 最需要记得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model很少第一次成功 第一次就成功的model非常罕见 就是说不定大家的project 有时候有些主真的第一次就成功了 恭喜大家 但是第一次就失败了 就是大家明明就想过我这个问题超酷 超选我简直是天才 怎么会想到这么棒的问题呢 然后感觉就是很适合用神经网路去做的 就是用人工智慧去做的 然后就去做发生失败了 那失败有各种可能性 各种各种可能性都会出现 所以大家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大家不要觉得太挫折 因为通常我们的model第一次很少 就是第一次就成功 但是第一次会给我们很多的经验 就这样子 然后呢 第二件事情不是心法啦 这个是外面的人也常常问的 说深度学习到底是跟 一般的其他的机器学习的方式 或是说其他的AI的人工智慧的方式 有什么不一样呢 通常一般的状况下 就是数据量大的时候 深度学习的表现会比较好 那甚至很多的很多的问题 只有深度学习可以去学 就这样 这个不要误会 大家不要错误的解读说 那个世界上 我们只需要深度学习 没有 我这边也没有说 其实事实上也是不正确的事情 就有一些东西 比方说他的数据量就是没有那么大 然后有一些东西 我们是非常的知道怎么算 就这个数据这个数据 然后用哪一个公司带进去 然后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就这样子 有很多问题是这样子的 那真的就不要深度学习去学 就是深度学习通常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明明不知道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 很好的数学的 那个详细的公式可以写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试着用深度学习去学 然后尤其是我们的资料量 数据量又够多的时候 我们去用深度学习试的话 通常会做得比较好 那甚至有一些是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深度学习做得到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不起 这个魏泽伦老师 他其实已经到交通大学去了 这个他顺便提一下 交通大学成立的一个 AI学院 其实很炫 因为他们的email就是 ai.nctu.edu.tw 就是基本上就是AI的email 这个听起来就很炫的感觉 总而言之呢就是魏泽伦老师 已经到了那个交通大学去 然后他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不是指魏泽伦老师说 就是很多的AI的专家都说了几件一件事情 这很悬疑 这有点像玄学一样 你今天呢 如果今天你来做一个那个深度学习的project 就是神经网络的project 如果呢 你一直对神经网络抱持的那种敌意 或是抱持着不信任等等的话 你去做的话 十之八九都会失败 这是非常悬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相信神经网络 你要相信神经网络学的会 然后他通常这个project才会成功 这非常悬 就是大家抱着怀疑论的 你去做了 你会发现你真的真的做不出来 然后你相信他的话 你觉得说神经网络应该学的会 只是我中间可能有什么地方弄错了 然后所以他这次没有学起来 然后你抱着这个信念 通常你最后就会成功 好 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 大家常常忽略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真的要相信神经网络学的会 然后你去做做看 然后你抱着这个信念 其实通常都会成功 好 然后再来是一个比较技术的问题 它其实不是心法 它比较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你现在先记得 因为这个比较细节 你现在先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学不好的时候 就是你的问题 其实问的看起来蛮正确的 资料量也还算够多 但是学习不好的状况之下 你就记得 有一些调教的方式 未来可以去考虑 那到时候 如果大家真的在做的时候 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 就是来找老师或是助教 我们可以再一起讨论说 我可以有可能去怎么样的调教 那下面 下面只是列出说 这个一般来说 有可能我们去做这样的调教 有抓爆的 然后有一个听起来好像很炫很数学 有1L2 然后用SELU这个激发函数 等等等等 反正有各种的调教方式 还有做Bitch Normalization之类之类之类 反正很多 很多 但是我觉得大家刚刚开始的时候 先不要 先不要那么担忧这些事情 因为担忧太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第一个model永远不会动 很多有一些的同学 常常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们已经把问题已经想好了 然后也辛苦的去收集资料 然后撤撤不动 然后我们就问说为什么不动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 我的model设计出来会不会是最好的 当然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做过 所以你就你就反正 你就觉得现在可以去试试看 你就去试试看 就是这样 中间有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 这个我们再说一次 这个第一个model很少 第一次就成功的 那这个问题 如果是他学不起来的状况 所谓学不起来状况就是 他可能overfitting很严重 等等的问题 然后到时候可以跟老师或是助教 我们来讨论一下 就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那我们会告诉大家说 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你可能可以去试验一下下看看 就这样子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一一的把这些方式教得太仔细 因为大家会觉得太可怕了 事业真的太可怕了 但是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去用的时候就会觉得 这个好像可以 然后你就会学到这些方法 也不会觉得很可怕 好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之后还会为大家介绍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 神经网络的一些应用的方式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请大家先记得说 反正神经网络就是我要问一个问题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就想办法去把这个 化成函数的形式 然后我要想办法把这个函数学出来 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子 就这样 然后所以这周 一样还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组队 然后我们这一周 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上次也有同学问说 那我们的那个 我之前的 之前的那个 就是我们一直因为一直鼓励 同学去小写小程式 你可以想任何 反正你每一次 每一天 每一天心里就一直在想说 我到底可以用电脑来做什么 那大大小小 其实如果你习惯去想的话 你真的每一天都会想出很多很多 有的没有的一个想法 就是用电脑去程式去写 那个真的那个程度不是最重要的 你甚至如果你想到了一个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写 你也可以来问老师或是助教 然后我们可以跟讨论说 这个要怎么写 一定要去想办法去 培养自己的这样的习惯 然后你的程式就会写得很好 就这样 那也有同学问说 那以前的程式可不可以补教 但不可以呀 那个你补教的时候 助教也不会发现你补教 老实说是这样子 但是大家不要紧张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教的次数的程式 比方说我们今天 这一周又会再开一次 就是大家请教自己的小程式 然后教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没有限制的话 你还是可以无上限的教 就是你爱教几个就教几个 然后就鼓励大家 在这种没有限制的时候 就尽量尽量的教 就这样 那你以前那个来不及教的 也可以这个时候教 对就这样 所以虽然没有补教 但是在某种形式上 你所有写的都不会浪费 你就可以再把它教 就是把没有算到的 就把它再教出来就这样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怕 没有人有问题 真太可怕了 大家还在吗 还是开着 还是开着那个连线就已经去洗澡了 有没有 那边有没有 现场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好吧 好 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 我们这周就到这边 然后记得大家 这周我们要做的最重大的事情 就是这周要组队完成 就是下次来的时候 大家应该已经是组队完成的状况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下周 记得下周 下周 下周因为我们正大要做防疫的演练 所以远距防疫的演练 所以那个下周 就是大家都不用出现在那个现场 就是这样 就这样 好 那我们要做 那我们 我们会再严谜一下说 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下周大家可以 所有的同学 共聚 齐聚一堂 然后那个 但是是远线上的方式 好 然后所以我们会再跟大家 大家说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那 好 是 好 First 感谢观看